今天的自然疗法 分享第二集 要讲肠肺脑漏症 什么叫做肠肺脑漏症呢 它会引起哪一些疾病呢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所有的过敏都跟肠肺脑漏有关 还有异味性皮肤炎 还有妥瑞症 过动症 还有其他身体 你想得到的发炎的疾病 你想开抗组织胺 内固醇等等等等的疾病 都跟肠肺脑漏有关 我们人 每天吃一公斤的食物 食物里面有很多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是不可以 跑到我们的人体里面去的 红色的那个大的就是蛋白质 要变成氨基酸才可以跑到身体里面 小小的氨基酸 我们的肺脏也是一样 肺脏只能够空气进来 养进来 而氧化碳跑出去 如果呢 有一些过敏炎由肺脏跑过来 叫做肺肉 这个就是正常 我们的蜜喉黏膜 不管肺黏膜还是肠黏膜 大的蛋白质 protein 不能够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如果我们的黏膜不够好 蛋白质跑过来的 我们叫做leak 这个过敏炎进来以后呢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比方说这个肥大细胞 就会跟它打起来 还有一种管这个慢性的 就是第三型免疫反应 我们叫microphage 也会开始跟这个过敏炎打了起来 打了起来就放出 这个cytokine等等的 一些化学物质 就等于就是说 这个是血管 里面是红血球 过敏炎跑过来 白血就追过来 跟这个过敏炎作战 就好像你家里来的坏人 你跟他打架 我们先看一下肺肉症 像这个人 他被某医学中心 当作是自体免疫学麻疹 吃了八年的肺固醇 结果呢 我们跟他化验 他几乎没有肠肉症 只有肺肉症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下方 这个蓝色的线条 就是Ig1 他对于蛮过敏 他有猫毛过敏 他跟猫一起睡 抱猫睡 不跟猫一起睡 就这个蛮的防止处理 很快的就好起来 如果肠肉肺肉 在一起会引起什么病 几乎所有的过敏 都是跟他有关 比方说眼睛的过敏 鼻子的过敏 这个皮肤的蕴麻疹 这个气喘 还有鼻痘炎 鼻息肉 这个开完刀 把鼻息肉夹出来 都有关 那肠肉症的话 有一种叫做单纯的肺肉 有叫单纯的肠肉 有的肠肉肺肉一起来 有的肠肉肺肉脑肉一起来 引起的疾病都不一样 像这个患者 他也是在被诊断肝血 他在医学中心 吃了三年的肋固醇 MPX免疫之际 没有效 跑到我这里来 这是很早以前的 2006年的一个个案 他吃肋固醇 吃到moon face 就是月亮脸都跑出来 也没有效 那么其实 他是牛奶蛋小麦黄豆花生过敏 我这个不是把麦的 也不是随便拆的 是跟他抽血 你看发现说 最左边这个牛奶蛋小麦黄豆 我们正常都应该像这里 牛肉啊猪肉什么这个正常 他是轻度中度中度的过敏也很多 他就是牛奶蛋小麦黄豆花生 全部都过敏 那么我们治疗上就是第一步 叫他不要吃这些有抗体的食物 吃这个没有抗体的食物 或者抗体是正常的这个食物 结果经过35天就好起来了 你真的难以相信 我刚开始也是非常的震撼 三四五天就好起来了 这个人也是一样 他十多年的这个过敏 跟他抽血 发现他是最右左边的牛奶蛋 还有下面的凤梨过敏 牛奶蛋凤梨不吃 很快也好起来了 后来他全家 表妹啊姐姐啊哥哥全部都过敏 都来我这里治疗这样 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个 一般的西医师来讲 是还蛮震撼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抗体 是指这个IgG跟IgE 现在健保只开放IgE的几副 没有开放IgG 可是IgG呢占了抗体的80%这样 所以现在的医疗界 还不是很认同这个IgG 跟过敏有关 像我们收一些这个照片给大家看 你看这个小朋友 大概才一岁多吧 一岁上下 以为他不可能好的 也好起来了 我前后几乎认不出来 这个小朋友 像这些都是 很快很快的就好起来 通常不会超过三个月 像这个也是很多年的过敏 他就是看片很多皮肤科医师 凤湿免疫科医师都没有好 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患者 不是我看的患者 是我一个学弟 他用我的方法治疗的患者 这些都是 你看这个汉泡者 脚底这样 他最后右下方 你看那个全疫以后的脚 我看了有点忌妒 我觉得比我的脚还漂亮 好 那如果有肠肉脑肉 肠肉脑肉会怎样呢 最后引起外胚成过敏性疾病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过敏性疾病 都有 都是来自 皮肤都是外胚成的 还有异味性皮肤炎 还有妥瑞 还有ADHD 过动症 后来我发现说 大部分皮肤发得很严重的人 很少有自闭症 脱锐 过动 强迫症 就是皮肤发得不严重 都发到脑里面去了 大家想奇怪 皮肤是皮肤 脑是脑 会有什么关联呢 事实上关联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我们现在 根据统计 媒体很多都有报道 现在有土日过动注意力 补给中亚师 伯格非典型自闭症 甚至包括一些 滞胀等等 大概占了人口的30% 其中听说有5% 是没有学习跟生活能力的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小孩子的精神疾病没有治好 很多也会延续到大人 变成大人的精神疾病 像这个图 最上面就是TICS 妥瑞症 左边是ADHD 过动 还有强迫性思考 还有最下方情绪控制不良 很多人可能是单纯的统计症 单纯的过动 可是很少人单纯性的强迫性思考 就是这个一圈一圈一圈 大家看起来 就是中间那个地方 就是很麻烦了 红色的 就是等于一种精神疾病的 我以前 大概在去年 有碰到一个小朋友 也不小了 18岁 他15岁就进大学 支优生保送的 后来发病以后 就全身动个不停 妥瑞症 然后又过动 又强迫症 然后又情绪 没有办法控制 身上带着扁钻 有时候路上抓起人 本来就打这样 所以这个很可怕 我叫他说开百货公司 这种病人我们也很快的 可以把它处理掉 处理好 基本上 妥瑞症 等一下我们再看 Tex 叫做妥瑞 ADHD跟ADD 这个妥瑞这个名称 是妥瑞这个人先提出的 可是妥瑞 因为妥瑞它分声音型跟动作型 中国大陆叫做抽动症 抽动就是肌肉在抽动 对不对 可是声音 它没有抽动 所以Tex这个问题 是要怎么翻 还蛮费脑筋的 Tex 你说抽动症也不对 声音它不是抽动 是要发声 所以有人是单纯的动作 有人单纯的声音 有人两种都混合 像这个患者 你看他好好的 对不对 好好的 没事吧 幻境摇头 摇头出现异常脑波 不是 是先有异常脑波 才出现摇头 这样知道吗 你看他 他本来好好的 这个脑波上面 没有 正异常的beta波 忽然间摇头 因为这边有异常脑波 左边 才往右边摇 那么再后来 他又摇两边 你看他 摇两边 这个就可以证明 这个就可以证明 beta波是跟 土瑞症有关的 你看他这边摇两边 两边一起摇 因为左边跟右边 都有一常脑波 这个就非常好证明 下面一个也是这样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土瑞症 没有一刻听的 他几乎没有正常脑波 只有一点点 你看这个蓝色的是正常的 那么这边也是一个声音混合型的 它是有这个土瑞 加上声音 常常在狂叫 你们看这个都是很轻微的 有些是非常严重的 严重到 没有办法坐在马桶上大便 没有办法吃饭 一醒来就扭到不行 像这个也是一个 像这个也是一个土瑞 他的土瑞就是比较 他是脸部表情的土瑞 有土瑞症的小孩子 很痛苦 你去看医生 医生说不用看病 不用吃药 开点B6 这样 然后呢 三分之一会好 三分之一到老 三分之一会变成精神病 这个是西医师 小儿科医师 精神神经科医师 给的标准答案 会不会好 没办法 反正这种病 原因不明 跟疫情有关 百分之五十的人 有父亲或者母亲 有土瑞症 大概是这样讲法 可是我抱持完全不同的看法 根据我的治疗了几百个 土瑞症的经验 大概有百分之九之九 会好起来 事实上 这个肠肉肥肉脑肉 引起的这个土瑞症 过动症 它跟治疗过敏一样 是非常简单治疗的一种毛病 那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妥瑞 跟这个皮肤病会有关联呢 这个是子宫 这个小小的是精子 男生的精子 大的是卵 精跟卵受精的时候呢 这个精子就得到冠军了 所以每个人都是冠军 结合以后呢 右下方这个图 就是42天的时候 人像母子那么大 那么可是在这一个图 人像花生米那么大的时候 就分成外中内胚层 这个外胚层 你看它中间凹下来 里面就变成神经 外面就变成皮肤 那我用一个示范图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外胚层 外胚层把它凹一下 因为我们的胚胎 就是外中的胚层 转来转去 绕来绕去 残来残去 就很多变化 所以这个是神经跟皮肤 都是来自外胚层的 所以说 一个人的病 他如果皮肤发出来了 大部分都不会发到脑里面去 像这个人也是一样 他就是外胚层的过敏 他精神啊 层次各方面都很好 像他就是抽血 找出哇 牛奶蛋有抗体 小麦黄豆花生 他对这些东西 有肠肉肺肉脑肉 这个东西跑啊 跑到血液里面 然后呢 再跑到哪里 就是在血液里面打起来 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打起来 如果他硬气好的话 跑到皮肤 战场是在皮肤的话 就是最多皮肤过敏嘛 可是呢 他很不幸 你看这个脑肉 通过BBV跑到脑去 脑里面呢 过敏人就跑到这个脑部 跑到脑部就开始捣蛋了 这个脑细胞 就开始过敏 大家看这个变色就是过敏 刚好是在黄色这个部分 在这边过敏 可是这个 这边的脑是管我们肌肉的 这里的脑 管谁预计的嘛 脑受伤 受伤以后 这个脑细胞就喊救命救命救命 就好像你皮肤痒一样嘛 他就脑神经受伤 他就放出这个高频13hz的救命脑波 放脑波出来 这个救命脑波刚好是在中间 管眼睛这边放出来的 所以他就会这样 这个就是妥瑞的由来 所以说发生的什么什么都是这样 好 像这个朋友小朋友怎么治疗呢 就是前面讲的 就像过敏东西不要吃啊 是修补肠肉肺肉脑肉的这个处方 最后会提到 脑波变正常 再也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波 人就好起来了 这个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就好起来 这个是他自己拍照给我 像这个人也是一样 他就是妥瑞嘛 阿托瑞就是把很多这个脑波 他叫他狂叫 他脑波是这样 看不到一个好脑波 3D立体脑波 小朋友都会看这样 结果呢 我们就给他去吸保健管 去外面不是诊所里面 保健管吸亲戚 变这样 两个小时就 症状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很看好亲分子医学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他第一次来 大家看这个 他那个电脑画面 很多异常脑波 第二次来就好多了 第二次来 他症状几乎都消失了 那么过几个月就是这样 就完全正常 你看后面那个脑波 都没有异常脑波了 好 接下来讲这个过动 过动 有时候是跟妥瑞在一起 不过通常都是独立的 像这个小朋友三岁 他不是来看过动的 他再来看过敏 他是看过敏 眼睛痒 打汗 还有异味性皮肤炎 可是我看他是注意力 不集中 过动 话很多 停不下来 他在我的这个诊间 吵 闹 没有一秒钟 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我都没有办法讲话 他声音大到压过我的声音 我实在是有点 有点 受不了 叫他到外面去 我看到脑波是这样 我就跟妈妈说 你小孩子有过动 他妈妈说 有吗 小孩子不是不都这样的吗 我心想哪有这样 我就问他说 你小朋友上安清班了 三岁 有没有办法坐在教室里面 他说不会啊 我小孩子从来不进教室的 人家教室上课 他在外面跑啊 我说你是只有一个小孩吗 他说对啊 所以他没得比较 他以为正常的小孩子 都是这样的 我就不大想跟他讲 我想说 你说人家小孩子不正常 他会不高兴吗 所以我们就避开 我就说好吧 就先治疗过敏 超学 发现他 左边这个蛮过敏 蛋啊 猪肉啊 羊肉啊 连这个鸡肉都过敏 连米饭也过敏 小麦 几乎没有什么 不过敏的东西 全部都跑到脑去了 结果经过两个月 他脑波变这样 我一看 不但过敏好了 他也不过动 本来是吵啊闹啊坐在椅子上 很乖的跟我说 一师阿伯您好 完全过动消失 这个就是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但成功案例很多 我不下几百个 可是呢 要这么典型的 其实不多 这边又有另外一个过动了 他是九岁 他这个过动是非常的厉害 他就是 他不是真的打人 他的手忍不住要去推一些东西 好像看到人就喜欢推人这样 好像是生气 其实这也不是生气 就是要推人把人推跌倒 这个变成好像是打人 会骂人 会爆出口等等 我就跟他看 最右边的牛奶蛋过敏 小麦黄豆花生 很多很多东西都过敏 结果他 七月的时候来 我诊所是这样 脑婆是这样 后来他没有复诊 他就按照我们的电话 跟他讲的方法 因为他是住离岛外岛 结果呢 过了五个月 脑婆变这样 十二月 他是老师带来的 我问他老师说 小朋友没有比较好啊 他说好了全好了 不但不过动 还变成模范生 我就觉得 怎么会这么好这样 所以说 肠肉肺肉脑肉引发的疾病 大家就看 肠肉肺肉脑肉引起过动 妥罪 注意力不集中强迫症 过敏意味性皮肤炎 你只要把抽血过敏炎找出来 吃了一些好的油 把肠肉肺肉脑肉 修不好就好起来 甚至强迫症也是这样 我顺便讲一下强迫症 我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很喜欢偷东西 他不是没钱 家里不会没有钱 他就很喜欢去偷人家的钱 他偷了钱就拿来请客 他觉得很爽就好像都贵妇 有没有 喜欢去顺手摸鱼 有一种兴奋感 他有一个毛病在我印象很深刻 就喜欢摸人屁股 他一个很乖的小朋友 他就喜欢摸人屁股 我问他为什么要摸屁股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没有摸很难过 摸了就很舒服这样 后来当然治疗以后就好起来了 后来他妈妈就问我说 他说摸人屁股会怎样吗 我说不会啦 他摸我屁股 摸你的屁股 你觉得他很可爱 又还小 18岁摸屁股就性骚扰抓去关 对不对 以前我当个法院容易惯户人的时候 很多都是这种小朋友过动的 有时候会犯下一些 他不是故意的 我们要很理性去思考 那我们怎么治疗呢 神经细胞 肠黏膜细胞 肺黏膜细胞 他的细胞膜都是左边这个 右边这个 两层的油脂构成的 油脂 Lipid fatty acid 所以会长落肺落脑落 就是油脂吃不够 油脂要怎么吃得够呢 后面还会提到 所以你只要给他好的油 够的油 就是长落肺落脑落 几乎都可以修补 什么叫做好的油呢 必须只放生 Omega36 369 一公斤体重吃到一cc 就是说 30公斤的人一天吃 30cc的可见油 后面还会提到说 或者两cc的油 几乎没有不会好的 所以说 很多人 就是说 低油 低盐 低糖很养生 大人很养生 小孩子很养生 全家人都很养生 没有吃到好的油 结果全家都在生病 越养越病 我心里在认为 他们是在养病 所以说关于这个 我们要吃到多少油的 会在那个后面 生通饮食那边还会再讲 就是说本来这个黏膜是好的嘛 就是要把它修补好 吃的油就会修补好 所以百病同盐 百病同聊 就是把酸跟自乳积排掉 酸跟自乳积排我在这里还没有特别提到 后面再提这样 所以这一集到这边 我们下一集再看一个葡萄糖果糖中毒